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黄埔军销历史人物脸传 我们接着来讲胡宗南 上级我们讲到 蒋介石派了五个军 想给陕北已经胜利会师的红军部队致命一击 红军的形势十分的险峻 这个时候要找到合适的战机 能够打破蒋介石自以为胜券在握的进角 但是刚开始战机很难寻找 国民党军队一路进军顺利 并且保持一致相互测语 这时候蒋介石认为 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 胜利已然在望 那么他的乐观情绪就影响到了胡宗南 胡宗南认为红军已经不能再战 因此他在毛炳文的部队 西渡黄河 王军的第三军在同心城止步步前 而东北军和红军之间又颇为暧昧的情况下 胡宗南让他的第一军 跟三路追击红军 不顾咬林部队的跟进速度 而他手下的七十八师市长丁德龙 更是自诩装备精良还有飞机支援 不把红军放在眼里 一路紧紧追赶 这就让红军找到了制胜的战机 红军计划集中三个方面军的主力 歼灭冒进的敌七十八师 同时以红二十八军 打击胡宗南另外两师 这就是山城堡战役的背景 在山城堡战役的兵力对比上 红军形成了以三万多人 对敌四千余人的数量优势 胡宗南的第一军 当时进击是这么安排的 分三路 左路第一师李政仙第一旅 由岩池县惠安堡东进 中路第一师瞻中岩第二旅 向殷城填水堡推进 六路丁德龙第七十八师 由西天家园 向环县山城堡前进 胡宗南则坐镇 同心县王家团庄指挥 而第四十三师周祥初步 第九十七师孔令寻步 为第二梯队 进制到玉旺县及附近地区 这里顺便说一下 作为陕西的地名 我这里面都念堡 这是因为这样比较容易让听众知道是哪个字 但实际上在陕西的地名里边 所谓的堡这个字 就城堡的堡这个字 实际上应该念堡 所以不是山城堡是山城堡 那胡宗南他第一军分三路前进 结果一出发就出师不力 当天第一旅的第二团团长 黄埔三级生杨定南 就被红二十八军的狙击手的冷枪给打死 紧接着红四方面军 陈在道的第四军 萧克的第三十一军 在阴城 田水堡以西地区 与第一师 詹中岩的第二旅接战 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 毛泽东致电给朱德和张国焘 指出 只有战胜胡军 才可以打开局面 才是侧应和西的好办法 1903年10月18日 河东的红四 红三十一军 先是在田水堡 重创了中央军精锐主力 胡东南的第一师 詹中岩第二旅 避敌六百多人 击落飞机一架 第二旅第三团团长 刘超环腿部被打成重伤 中校团副 陈居吕 代替了团长指挥 以重机枪火力为核心 最终守住了防御 没有被红四方位军击垮 11月18日 日落 红军撤走 中央军损失了六百多人 那么红军的损失也差不多 打了一个平手 紧接着呢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 决定集中优势兵力 在山城堡地区 求奸孤军深入的第78师 10月19日 前敌总指挥彭德怀 到山城堡部署作战 以红军第28军 在延迟县 红顶子一带 前置国军第一师第一旅 以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 和红一方面军第81师 在红德城至桓县一线 直至东北军 以红一方面军 第一第15军团 和第四第31军 集结于山城堡南北地区 隐蔽待机 以红二方面军主力 集结于红德城以北地区 为预备队 也就是说红军 所有的主力进出 10月20日 国军第78师 廖王第232旅 集令第234旅 卸议封了468团 近战山城堡地区 孤立突出 侧翼暴露 10月21日下午 红军发起了进攻 薛海东的红15军团 和左权的红一军团 杨德志的第二师 向山城堡西北 至少马营方向进攻 断其退路 红二师武团政委 陈雄 亲自率领爆炮组 匍匐爆破敌军的地堡 壮烈牺牲 其他各部红军 向山城堡进逼 当天黄昏 红军军团陈雄第一师 陈光第四师 和萧克的红31军一部 乘着国军第232旅 放弃山城堡阵地突围之机 从南东北三面 向山城堡猛攻 激战到11月22日上午9点 国军第232旅 兵员损失严重 廖王旅长和周保团长 等几个军官 带领剩下的部队 从红15军团的一个空隙中 逃而出去 此战 廖王的232旅 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二 伤亡大约有3000多人 但没有被承建制的全坚 与此同时 宋十伦的红28军 在红井的大雪坑地区 击溃了第一师第一旅 战至11月21日黄昏 河东红军的三个方面主力 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巨大胜利 但上次重创 红东南立刻命令全军 收缩集结于 慧安堡同心城一线 进行修整 准备再次进攻 蒋介石下令将作战不力的 第78师市长丁德龙 与232旅旅长廖昂撤职 10月22日 蒋介石集电在兰州的甘肃城主席 兼筑甘绥靖主任 兼任西北脚红军第一路总指挥的 朱少良 电文中说 河西之匪即向西远窜 则以后追击部队 应另定部署 此时应立即抽调 毛炳文军 也就是第37军 速回转河东岸 协同第一军 即胡宗岸的部队 先肃清河东 毛徐主力为要 毛军最快何时 可以调回河东之河地 希望能够尽快告知 从这封电文中我们可以看到 崔城堡战役的胜利 对于红军来说至关重要 他改变了河东被动的战局 也帮助了西路军的困境 他迟滞了蒋介石 脚攻的战略 使得红军在陕阳金地区 站住了脚 而且还增加了张学郎杨武成 与红军合作逼点创业的信心 增强了张学良连共的信心 正是在山城堡战役之后 张学良的态度 从低调密密的连共 开始转向高调公开的连共 山城堡的胜利 有多种因素 当然最主要的是在于 红军的指挥得当 即使在极度不利的情况下 仍然能够充满耐心的 等待和捕捉战机 利而幼之 乱而取之 时而被之 终于等到了 国军第七十八师 摇尔上钩 踏进了红军精心准备的埋伏圈 另外一个原因 是政治攻心 分化敌营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 是红军两条战线 同时努力取得的战果 一边是真刀真枪的军事路线 另一边则是争取人心的政治战线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团结抗日的政治攻势 是贯穿山城堡战役全程 早在此战打响之前 中共就提出了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的主张 在全国人民中得到了积极响应 即使在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 也引起了日益强烈的反响 红军的高级将领一再的联名发电 要求国军停止围剿红军 枪口移植对外 而被迫与湖东南部一同进军的 右路东北军王以哲部 早就受到红军的抗日主张的感召 在山城堡战役中 一直与红军保持联络 红军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积极地对王以哲部做好统战工作 双方及时通报消息 避免开战 红军主动放弃欲王堡之后 提前告知王以哲部 使习能够抢先占领 以便王以哲向蒋介石交差 在山城堡战役发起的前两天 腾德怀特意发电报给王以哲 告知红军举行此次战役 目的是歼灭胡宗南的部队 请贵军推迟进军的速度 以免引起误会 那王以哲也是心照不宣的 放慢了追击步伐 在七十八师陷入红军包围之后 国民党军西北角总参谋长 艳岛刚和胡宗南 接连发电报给王以哲 请他火速增援 王以哲部以电台故障为由 握不作声 实际上一直与彭德怀保持联络 连续三天按平不动 坐视红军歼灭了七十八师主力 那无论是战场之外 还是战场之上的运筹帷幄 最终落到实处 还是要靠三军将士的英勇意志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 会师之后的第一场歼灭战 也是红军以疲惫之师 对阵精锐顽敌的战场逆袭 这充分证明了红军将士 经过长征以后 革命意志的无比坚定 当时红二红四方面军 刚刚结束长征 凉弹被俘供应都很困难 红一方面军自会师以来 一直担负的掩护人物 转战一个多月 也已经十分疲劳 参战部队普遍的枪难缺乏 粮食紧缺 山城堡战役期间正值严冬 夜间十分寒冷 红军指导员冒着风雪严寒 向预定的战场集中 山城堡地处干旱地区 饮水有很大的困难 国军七十八师先头部队 因为贪图泉水水源 驻扎在山城堡 不顾侦察地形 只顾大睡 红军的指导员却穿着单衣 脚穿草鞋 冻得浑身发抖 许多人因为喝了不良的水源 患上腹泻腹肿 但依然克服了极端困难的条件 保持了战斗状态 战争战争之后 红军战士怀着对革命的理想 和对盛位的渴望 充分发扬了不怕疲劳 不怕牺牲 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 充分发扬红军 夜战近战的优势 借着夜色勇猛的穿插分割 与敌人 肉搏拼杀 红军干部带头冲锋 身先士卒 为部队做出表率 当红军军团 二十第五团政委陈雄 亲率一个牌 在敌阵中打开缺口 最后不幸壮礼牺牲 当敌人凭借着 优势武器装备 和有力的地形 负于顽抗的时候 红军没有重武器 打得十分艰苦 第一军团 四师作战参谋彭雄 带领小分队爬到后山 出其不意的出现在 敌人的背后 一对手楼弹 炸得敌人是晕头转向 在红军勇猛的攻势下 国军抵抗一阵 很快就土崩瓦解 这正向山城堡战役 胜利第二天 庆祝胜利大会上 朱德朱总孙令 讲到了 三大红军西北大会师 到山城堡战斗 相当于结束了长征 给追击的胡宗南部队 决定性的打击 长征是与红军的胜利 国军的失败而告终 到了山城堡战役中 接近被全歼的 是胡宗南 麾下的一个旅 但是呢 这次战役 它的意义是重大的 因为追击红军 最积极的 就是胡宗南的第一军 而且红军压力最大的 也是胡宗南的第一军 那么这次重创 是胡宗南第一军建立以来 最大的一次挫败 这是说明 红军主力 在到达陕北之后 在陕北红军 和先期到达的 红25军的帮助下 已经迅速的 对当地的地形 自然环境 人们生态 有了全面的掌握 这才会顺利的 形成局部优势 竟然射服 重创了胡宗南的第一军 不过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呢 也使胡宗南意识到 对红军不能轻视 因此胡宗南指挥第一军 在山城堡战役之后 更加的保守谨慎 不要红军 能够再次抓住战机 给予他重创 在这种情况下 国军对陕北的围攻行动 就将红军压缩在了 以保安 延安 安定 洛川 延长 等几个陕北城镇 为核心的狭小地带 国军各部部队仍然是逐步 朝以上地区逐渐的逼近 中国共产党 红军此时的局势 仍然是十分的危急 几乎到了存亡的关头 与此同时 在1936年10月底 傅作义部在随远 对日军和维猛军 进行了一次反击 取得成功 这就是我们前面 讲傅作义将军的时候 提到的百灵量大捷 那么这次大捷呢 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 中国对日本反击的一次大胜利 全国的迷心士气位置一震 蒋介石就想趁着这个大捷 对红军发动最后的攻势 已决后患 那么10月3日 他与国府军政大员 数人 费底西安 试图让蒋公作战不甚积极 甚至被情报单位多次指出 与中国共产党相互妥协勾结的 副总司令张学良 逼他继续推进 搅供的军事部署 如果张学良不愿意 就将其撤换 而他麾下的东北军 也必须另调别处 这个时候 胡宗兰的第一军各部 经过两周的凶整 得到了兵源和弹药的补充 所以在12月上旬 再度出击 向延迟定边的方向攻击前进 而其他各路国军 也继续向陕北俗区 步步紧逼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 作为中央军嫡系大将的胡宗兰 大为震惊 而第一军 驻留在兰州的补充旅两个团 也遭到东北军的包围和缴械 部分官兵还因为反抗而阵亡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 也就是1936年12月12日 当时胡宗兰率领第一军 正在隆东地区 以大包围之战略 准备进一步围剿红军 突然接到了张学良 命令所有部队 停止军事行动的电门 正在疑虑的时候 又接到友军的通电 告知张扬叛变 而委员长蒋介石 被张扬劫持胁迫 胡宗兰得到消息以后 悲愤万壮 就在当地的一个小屋里 着急就近的施律的参谋长开会 当时有人主张千里秦王 也有人主张按照原定计划 剿灭共军 胡宗兰当时冷静地分析了情况 他判断 劫持蒋介石 也许并不是出于张学良的本意 而张学良 东北军的主力 在甘肃省 仅为驻雇员王以哲的67军 所以决定用主力 监视王以哲部的动向 然后向东进军 准备讨伐叛逆 做出这个决定以后 胡宗兰命令 第78师 绕住瓦庭平连 堵住王以哲部 东南的去路 第一军军部和第一师 进驻黑城镇 以前行包围 对付王以哲的部队 若王以哲有异动 立刻予以歼灭 在对自己的部队 进行完军事部署之后 胡宗兰又联系朱少良 还有驻甘肃的另外一支中央军 也就是毛炳文的部队 再有就是驻宁夏的第25师 关林征的部队 那么无论是关林征 还是毛炳文 都愿意为胡宗兰 马首是瞻 和何银钦 还有护柱统 都给胡宗兰发来电报 命令胡宗兰统一指挥 在甘肃的中央部队 迅速东进 以与在同关西进的中央军 形成合机之势 那么胡宗兰马上就率领第一军 和在甘肃的其他中央军部队 除了刘友监视王以哲部队 相应的兵力以外 全数向东急进 五天的激行军 就抵达了宝基 而在西安事变之后的第二天 也就是12月14日 红龙南与黄杰 李莫安 虽然良 贺中涵 等200多名青年的皇甫将校 联名发出了 中告张学良 告袍德书 两天电门 一方面告诫张阳二人 切不可一错再错 伤害蒋介石和其他国府要员的人身安全 第二方面 呼吁全国的军民将士 继续拥护蒋介石和国府中央的领导 坚定的完成国民革命 同一天 刘不智等38名 国民政府高级将领 也发出了规劝张学良 杨武成殿 严正的劝告张阳二人 切不可做出 亲者痛 而仇者坏之事 应该迅速释放蒋介石等人 胡宗南也名列其中 胡宗南在西安事变中 最大的贡献是两件事情 一个呢 就是他反应极快 做出了对应的军事部署 让王以辙的部队 没有办法去西安 会合张学良 这个使得张学良手中的军事筹码 大姐 另外一个贡献呢 就是他说服了自己的密友 戴笠 亲自飞到西安 去解救蒋介石 这就使得国民政府 在西安 对情报 有所掌控 本来戴笠刚开始 是不想去西安的 胡宗南专门给他发了一封电报 电报这么说的 根据我从各方面掌握的情报判断 西安事变 校长 绝无生命危险 校长不枉 岂有学生先王的道理 另外你和张学良又有交情 依我看 这次西安之行 不但没有生命危险 相反 却有保驾之功 戴笠 在看完这封电报之后 毅然决定 跟随宋令林 去西安 营救蒋介石 12月16日 胡宗南 接了何音轻的命令 将他的第一军纳入顾祝同的西路军麾下 担任骨干 指挥第二十五师 第三军 三十七军等部 向关中方面前进 那么后来发展的事态 我们很多人都清楚 中国人党 张扬 与宋子文 宋美龄 三方会谈 最终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当时在会谈过程中 张扬首先就向宋子文表示 国民政府应该立即先停止军事行动 其中特别提及了胡宗南的第一军 要求胡宗南所部 必须不再对红军开火 最好能够撤离陕北 由此可见 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心中 胡宗南他的第一军 对于红军是作战 威胁最大的国军部队 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之后 国共走向第二次合作 那么西北的紧张局势迅速反合 1237年1月5日 行政院做出了决定 撤销西北脚共总司令部 胡宗南率领的第一军 奉命西宜 分住平良 敬宁各县 并且在各驻地进行短期的训练 4月份奉命东开 5月份 胡宗南升任第一军 全部抵达了徐州 军部以及第一师 驻扎在徐州的近郊 78师驻在归德 并且肩负金浦龙海 两铁路之护卫工作 胡宗南第一军 被冬掉的原因 一方面是为了在北面 巩固国府所在的南京 另一方面是为了监控 因为西安事变之后 被调往御 往苏北等地进行改编的东北军 而在徐州 胡宗南完成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在扩别为第一军之后 第一军还没有来得及 成立完整的指挥机构 就踏上了搅供的征途 一直在转战 都没有时间来完备 第一军的军指挥体系 一忍到他们到了徐州以后 才成立了第一军的军部 第一军军长胡宗南 副军长范汉杰 参谋长于达 第一师师长李水军 副师长李正谦 下辖第一旅旅长刘超桓 第二旅旅长颜明 七十八师师长 仍是李文 副师长罗立荣 下辖二三旅旅旅长周世敏 二三四旅旅长李永章 胡宗南在搅供的时候 作战积极 这并不代表着 他惡衷于内战 胡宗南是一个典型的军人 以俗从为天职 尤其是对蒋介石忠心耕耕 那么现在 因为先事变 天职时愿意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务合作 所以胡宗南 他判断时局 觉得这个时候抗日 已经变成了中国军人的头号任务 评论里 胡宗南跟自己的部下 谈起不能够参加松阔抗战和长城抗战 长城引起危害 而现在第一军 移防到徐州 胡宗南认为 很快 他们的对手 就将次 日军 不过 胡宗南也意识到了 第一军 常年假过 官兵对于和日本人作战 上缺乏经验 所以呢 他接受了 第七十八师参谋长 胡云州的建议 举办了军官短期训练班 聘请了陆军大学的教官四人 以及步兵学校的教官四人 自旅长团长至军事 分别编队 实施战术战斗等具体科目的演练 以团一集实战演习 作为考核训练成效的标准 第一军这一次的训练历时两个月 全军训练 依照计划完成 这位后来 第一军对于作战 电进了基础 1937年7月7日 北平卢国桥抗战爆发 消息传到第一军的驻地徐州 第一军官兵抗日热情高涨 胡宗南应召 前往庐山 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 在八月上旬 他赶回了部队 在全军团营长以上军官短期 培训班的毕业典礼上 传达了国民政府 对日本侵略军进行抵抗的决定 命令各军官迅速的回到所在部队 进行战斗动员 完成作战的准备 随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这实际上就是胡宗南向第一军全军下的动营令 全军官兵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就在胡宗南和他的第一军整个待旦之际 1937年8月13日 松户抗战爆发 刚开始中国中央军 精锐第827师第828师第36师等部 在张志忠的指挥下主动进攻 企图一举扫荡 驻上海之日本海军陆栏队 但因为指挥不大 未能造工 8月22日深夜至8月23日清晨 日本援军第30师团第11师团等 在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陆军大将松领石根的指挥下 在长江口南岸 川沙口 石子林 直至乌松口 张家邦领地 强行登陆成功 日本援军在日海空军的强大支持下 向宝山城 岳浦 罗电 刘和镇一线 发动了猛烈进攻 企图包抄中国上海守军的后路 中国方面 鉴于1932年上海128事变的教训 早就在这一线部署了有力部队 以陈成任第三战区前级总指挥 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 左翼作战军总司令 指挥18军等精锐部队 向登陆的日军发动了反击 双方展开了激烈残酷的攻防争夺战 这使得主战场 从黄埔江畔的上海市区 逐步移向长江口南岸的 吴松 宝山 江湾 杨航一线地区 陈成率领他的部队 在这里奋勇抗击多日 到了8月底9月初 由于日军的援军 援援投入 加弹攻势 而中国军队装备低劣 即以血肉之躯 与日军拼杀 终不能支持 守军 杨布菲的第61师 溃退 下属中的第98师 阵地难保 战场形势十分危急 就在这个时候 胡东南第一军 作为援军赶到 他们在胡东南的指挥下 与日寇进行了拼死的搏杀 那么关于第一军将士 出登抗日战场的英勇表现 我们下集 再给大家继续的讲解 继续的声音